准备 侧有霞 中霞 太平精神在这个第三点 后面再次这个粗杂稍微慢的蓝色明唱 旁边跟在一起的是大西洋 后面大日子以及神的礼物 距离前面大概六到七个马威左右 进入750公尺 皇冠之五一样在前领 后面这颈椎是壮星 四身心在内侧 外侧看到虎胸跟着非常舒服 然后才是大概两个马威之后的斯奈德 跟着是美梦成真 另外大西洋 太平精神在外侧 以及这个蓝色明唱 大日子在后面神的礼物 在内侧 现在进入400公尺 皇冠之五一样在前领 只有这个五号壮星在追他 不看是没什么力道 四身心在内侧也拼命打边 外侧虎胸 他在第三第四点 现在是四五个马威之后 现在皇冠之五走势非常好 现在看虎胸在奔起直追 虎胸追着皇冠之五 皇冠之五还有 皇冠之五两个马威优势 皇冠之五夺标第二名虎胸 第三名才是四身幸运 另外美梦成真跑到第四吧 后面看到有这个斯奈德 跟着才是大日子 另外呢 则是蓝色明唱 壮星大西洋 霞中霞 太平清神 以及神的礼物 皇冠之五 终于 再一次夺标 难得了 没办法 他去前领 都要断一下 再传口气才可以 四百公尺 这五百公尺的路断了 十一号骑得非常的狼狈 十一号 十一号是下票最多的 在后面的八九十块的马里头 他下到最后三十九块的 全城这个马一直在跟人在斗 斗口 码头向天几次 我都数不清了 结果他跑第三 对现在波罗西里这样 赶紧换人 你如果还给他骑 我真的是想拿头去撞墙 你等一下看重播 从出闸一直到这边进直城的时候 那个马头一直在往天上看的 如果那样子能走好的话 才见了鬼了 问题 就这样还能跑第三 他在上面骑起什么作用 根本没有安抚到这些马的情绪 就是他这样子 他都几个荒